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里面改好刀之后 码到盘中 把鱼肉翻个 稍微翻起来一点 蒸完的鱼形状特别漂亮 这个时间加入四量的黄酒 没有黄酒来点料酒 起到去腥提香作种 同时再加入点猪大油是最好的 蒸完的鱼特别洁白 而且特别鲜滑 没有猪大油可以加入 色拉油也可以 再加入姜片 加入四量的大葱 来点香葱也可以 蒸锅再上汽算 放入鱼盖上锅盖 蒸五分钟就可以了 这个时间用盈大叔专用的小刀切点葱丝 再切点红椒丝 加入四量的清水一泡 一卷了 形状特别漂亮 蒸好鱼之后 捡去葱 再捡去姜 加入四量的蒸鱼此油 没有蒸此油来点生抽也可以 加入四量的葱丝 这个时间我们烧点热油 往鱼身一浇 浇完的鱼特别明亮 大家好 盈大叔来了 您吃过剁椒蒸鲜草鱼吗 怎么蒸才能够先奥米典所在 首先准备好鲜活的草鱼去掉鱼鳞之后 手挤刀落切到鱼头 把草鱼那个一个撒尖啊 就泥线给它抽出来 两面泥线都给它抽出来 抽出来之后呢 我用我们的二子残抠掉草鱼里面的内糖 不要破糖 抠掉之后洗净之后 从脊背开刀 再把大结粮骨去掉 去结粮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去掉之后呢 开始改刀 改成这样的一字刀 均匀的一字刀 两面都改成均匀一字刀 改好刀之后 放入盆中 加少许的盐 来一点盐 再来点葱姜 加适量的胡椒粉 再来点黄酒 让我们发担小手 完全给它抓拌均匀 腌十到十五分钟 再给它摆到盘中 摆成这种效果 把鱼肉给它翻过来 翻过来之后呢 这个时间代入 锅里来点姜末 蒜末 一定炒出香味来 再加入剁椒 提前准备好的剁椒 炒香之后呢 再加点猪油 猪油起到啥 要鱼肉更鲜花嫩的作用 加点老嘎曼豆子 不喜欢加也可以不加啊 炒香之后再来点鸡粉 来点白糖 来点生抽酱油 完全炒拌均匀之后 出香味的 放到鱼的脊背上 就放到鱼这个中间脊背上就可以了 蒸汽锅 上汽几蒜 放入鱼 蒸六分钟 盖上锅盖 上汽几蒜 六分钟 宗教事情说三遍 六分钟 蒸好之后 出来 看老铁们 剁椒蒸鲜草鱼咱就做好了 倒去盘中所有的多余的水分 感谢有缘人点进营查视频 主意人分享了500多美食 那你就帮我点赞热后新呗 再留个观众 以免以后找不到我 加点香菌花 来点蒸汽油 吃点热油 就OK了 感谢您的支持 盈大厨每天为您分享美食之作 大家好 盈大厨来了 您知道鲤鱼怎么去除腥土味吗 今天大厨就给你带一会儿 嘎一刀之后 把这个泥线给它抽出来 再把那边也擀成一刀 两边都擀成一刀 把泥线都抽出来 抽出来之后呢 我们开始改刀 最好从鲤鱼的脊背改刀 脊背改刀呢 一是便于入味 二是去除土银味 腥土味方法更好 改刀之后放入盆中 加四量的清水 把鲤鱼洗净之后 控清水之后带入 我们用一个铸铁锅里面加点油 再加入点五花肉片 炖鲤鱼的时候最好是有猪大油 有油脂性是最好的 加入花椰大料爆香锅之后 加入了甘蓝油段 喜欢加辣就加 不喜欢加油就可以不加 下时候鲤鱼 控清水的鲤鱼给锅里煎一会儿 煎一会儿之后呢 我来点生抽酱油 或者说动物酱油也行 再来一勺陈醋 再加四量的蚝油 少来一点蚝油 老铁门 再加点葱姜蒜 最关键的一个点就是啥呢 一会儿我们要往里面加入啤酒 啤酒能够去除鲤鱼的土腥味 包括腥土味也行 而且能够蒸香味 因为啤酒里有麦芽的香味 蒸香特别倍棒 加入四量的高汤 这个时间我们再调点颜色 来点老抽酱油 四量来点老抽酱油 再加四量的盐 加一点盐 加完盐之后呢 我们再来点胡椒粉 胡椒粉也能去除腥土味 提香味的一个关键点 再加点白菜叶跟豆腐老铁门 这就跟你个人口味也定了 这白菜叶的豆腐老铁门 炖完之后老好吃 特别好吃 豆腐必沾刀 再加一个青尖椒 来点香蘸 这也是蒸香 去除土银味的一个点 大火在这开始炖老铁门 别盖盖 脱脱老铁门 家常炖大鲤 去除土银味 咱就方法咱就做好了 感谢有人点击银压的视频 主意分享了500多美食 那你帮我点赞上去 再留观众 以后找到我